一開始的時候,差不多全部的烘焙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可以這樣說,做咖啡烘焙是一個很孤獨的工作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烘焙的時候,我要由中午甚至成日到凌晨 都是自己一個人對著咖啡機,面對著咖啡 不斷地重新再做,而去到三、四點凌晨不斷地做 是沒有任何人存在的 有時會開心的,可能日後有同事上班 但當我還沒做完那些事的話 坦白說,有幾百K的咖啡機要你去炒 變成你不是要做製作的,花了很長時間 每個人都走完,你依然還在,不斷地做 所以蠻孤獨的,但幸好是,我是一個不怕孤獨的人 而且我的興趣都是在咖啡,只不過透過這些烘焙 反而給了很多經驗給我,也給了很多實戰給我 怎樣叫,好了,坦白說,你給我烘焙咖啡,我只會越做越好 跟生意都一樣,我現在不懂,不代表我不會學懂 只要是會透過時間的話,我只會越做越好 原來要經營一門生意,並不是單單靠夢想 靠你的passion就足夠了 你回來要學懂,怎樣叫做business manage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一些叫money management 人的management 有很多東西你需要去學習和面對 還有很多的難題 透過生意,其實每一天有很多不同的難題 有些難題去到,你不會找到答案 但是,沒辦法,做生意就是這樣 我們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難題 就是每天都要克服它 沒有的話,都要找一些方案 怎樣叫做,將所有的叫做 盡量叫做,將damage減到最低 而且繼續 move forward 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變得強大 如果多個問題的話 我們才會學懂怎樣去解決問題